耳鸣耳聋案例 经过一个月调理 耳鸣消除就停止了治疗 2020年5月初耳鸣复发 并越来越严重 5月16日 作耳突发耳聋 严重到听不清别人说话的程度 因为突然加重 急忙去医院找耳鼻呼科端家 打了半个月的调评没有效果 又找了老中医 吃了一个月的中药 没有效果 听人说针灸能治好 遇到医院 针灸了一个月 也没有效果 万般无奈之下 于2020年8月6日 再次来到供应站求助 每天有职工 帮助按推和文服 回到家后 也开始认真看原始点理论和视频 对原始点才有了体会 为了方便文服 我把头发剃光 每天剃四 早上起来就打浆泥 在头上涂抹浆泥后 用热风机吹一下 盖上厨房纸 盖上浴帽 戴上帽子 背上涂抹浆粉 和一碗温的淡浆水 出去散步 或跑步 或者爬路梯 背上发汗了 就很热 一种一小时后 回到家 吃了油汗 在他背上和头上 涂抹浆粉 再加进入红豆袋 温抚头部和背部 保持头部和背部的 始终温热 头上和背部 两小时换一次浆粉 或者浆泥泥 中午五睡后 栽在头上和背部 涂抹浆泥 出去运动 晚上也出去散步 每天晚上 熬上五十克干胶片 和五十克红芯片 熬六个小时 每半小时 喝一瓶盖 有五十毫升 一天 把第一遍和第二遍 姜生汤喝完 每天支持主食 和蔬菜 紧肉袋 不吃水果 等哈凉 食物 有空就看书 把情绪稳定下来 半个月后 听觉逐渐清晰 继续按照原始点原则 要求做 每一个荒芯片 都做到位 过程中病情会有反腐 也能地按照原始点要求 按不就范的进行 没有动摇信心 一个月后 做而听力就完全恢复了 我才开始真正意识到 原始点的减入效果 也深刻认识到原始点里面的学习 按推 温服 运动 心情 一样的生活习惯 全一不可 我从结束原始点 到深刻认识到原始点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到我真正理解原始点的时候 它是真正其效果的时候 衷心地感谢原始点 带我找回健康 感恩张义师 感恩原始点的志工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